年喜攻略群聚中,无几年深夜更薄,本次留了四个字,八月倒计十四天的时间即将说再见,年喜攻略,在此刻不得不说再见了,但是再见就能够再见, 比如今年的八月走来,明年还回来,那么年喜攻略再见了,还会有续集,当然我们仍然还会再见,我们都很想以为阴落,只是再见之日恐怕无视人非了,虽然年喜攻略的制片人余正曾爆料过,将会有续集,但是恐怕再见已经是没有了五几年,通常很多的电视剧,就算有续集也不会原版人马出镜, 所以今天和魏英洛,吴锦妍是,说再见了,还能够再见吗?追了一个多月的演喜攻略,可能大家最深刻的依然是魏英洛,依然是吴锦妍,她从一个从未未熟知的女演员走到,万众瞩目,若不是演喜攻略,恐怕就没有今天这么人气大增的吴锦妍, 其实一个演员能够走红之处不易啊,作为欢宇影视公司的演员,太多太多,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就不红? 而且有的出道至今十几年的都有,但是就是不红,可是吴锦妍短短出道几年就这么大红大紫,只能说都是靠自己磨练出来的, 吴锦妍能够有今天少不了余政的欢宇影视的精心栽培,更少不了魏英洛这个角色,如果没有魏英洛这个角色恐怕就没有今天的都吴锦妍,大红大紫的她,在演喜攻略大结局后,凌晨两点多吴锦妍更新不闻,演喜攻略群聚,中,感谢你们的一路相随,未来还要结伴而行,再见很快,那时也是有几分, 演喜攻略群聚中,吴锦妍深夜更薄,粉丝回了四个字,而吴锦妍更新不闻后,粉丝送了四个字,不舍,我言,觉得心酸,有种说不出的难过,对于吴锦妍的不舍,确实是不少粉丝的心声,毕竟陪伴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,谁又能够舍呢? 不过在与魏英洛吴锦妍说再见后,不少网友和粉丝都表示很期待第二部,横托海蓝茶给英洛带话,魏英洛,这辈子我守着你已经守够了,下辈子,可不可以换你守着我? 横托海蓝,好,我答应你,希望第二部《远方人马》最后看到我都哭了,太感动,希望拍第二部的点赞,姐姐,辛苦了,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,看到大家的心声,在演喜攻略选剧中后,还是那么的不舍,都纷纷表示很期待第二部,作为该剧的制片人于正曾说过, 还会有序级,相信将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,对于未来还是可期的 提醒到第一部。 反 Leg beach 跳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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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身 跳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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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